看理想 看见另一种可能 不波动鸿盛 我悲哀 我是银量的桂树 净对一把银量的腐筋 超级月 波动所有的异香 不波动故乡 我若成洲 我将无处绑立 我将成洲 我颈黑痕缘身 你好 我是廖伟棠 我是一个专职的作家 一些影评和书评为生 同时我还是一个摄影师 有时还在电视台上讲讲文学 在大学里教教创意写作 但在我的诸多身份中 我最愿意还是被称为一个诗人 因为诗 是可以让我淋漓尽致地 表达自己的一种艺术手段 我用诗的方式打个比方吧 如果把诗 这个汉字拆开 左边是言 右边是诗 我就是一个用语言 去建造寺庙的一个建筑工人 但问题来了 这个寺庙供奉的是何方神灵呢 这就是我想通过这个节目 去探讨的 诗意 听起来 我是一个诗人 好像是在从事人类当中最浪漫的工作 但我知道大多数人听到我自我介绍 我是一个诗人的时候 他们心里肯定都不是这么想的 诗已经让他们难以理解 心思就更加让他们莫名其妙了 作为一个写心思的诗人 我常常会听到这许多对心思的质疑 比如说 不押韵 你这叫诗吗 你把散文分行了 你就说这是诗 你写这么难懂 是让我们猜谜 还是压根就是故弄玄虚呢 我还以我们当代诗人所遭遇的质疑 比一百多年前 胡适他们开创新诗的时候 所遭遇的还要多 新诗在中国诞生已经超过一百年了 我们都知道胡适啊 徐自摩啊 戴旺苏啊 这是早期著名的新诗诗人 都知道人间四月天 在别康桥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等等这些名片 那为什么对新诗还是感到又好奇又陌生 大学的中文教育里面 教育过什么是新诗 但你听了还是如多无理物中 新诗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对新诗的误会呢 其实诗意它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 不是大学教科书可以教的 新诗诗意在哪里呢 大家众说纷纭 有民间的立场 有学院的立场 各种各样的流派对诗意的定义 但其实诗意是一个有机的生长的概念 并不是一个绝对的东西 它的语意它的范围一直都在变 而且每一个诗人都尝试去重新定义诗意 尤其是过去的一个诗季 经过新诗的努力 诗意的可能性已经拓展了非常多 而且它以文学中的先锋 这么一个地位去挑战着文学的界限 如果你对诗意的认识还停留在 什么哭疼老树婚鸭 断肠人在天涯那种 那其实是你的遗憾 比如说月亮是很有诗意的东西吧 关于月亮的诗意 我们一直认为在中文诗的领域里面 基本上是李白的领地 它占了一大块 我们一说月亮 马上就会想到李白 另外呢就是苏世 他们这些古代的比较浪漫的诗人 又占了一部分 那剩下给我们的新诗的诗人的地盘 非常少了 但是不怕 我们有NASA 有登月计划 有天文望远镜 我们能够看到李白看不到的那个月亮 它的环形山 它的宁静海 它的背面 它的像玻璃一样的沙子 它的非常低的重力等等 其实都带有一种诗意 这种新的诗意 是李白没有机会去接触到的 就靠着这新的诗意的这种开拓 我们就能够跟李白他们抢一些诗的地盘 那这里我跟大家分享一首 我写月亮的诗 接下来的诗我都会用粤语去念 因为粤语是我的母语 我觉得它就是我心中诗的声音 超级月 超级月波动所有的义智 不波动父亲 我挣扎我是漸动的潮值 遥想着我曾经水手的父亲 超级月波动所有的痴性 不波动红性 我悲哀 我是银量的桂树 正对一把银量的附近 超级月波动所有的义智 不波动故乡 我又成周 我将某区绑朗 我将成周 我颈黑寒 云生 其实这首诗 试图去链接的 是科学和传统的诗意 超级月 是网络时代才出现的名词 月亮的盈利 会牵动地球的潮汐 而且 对女性的情绪 比对男性的情绪影响更大 这都是现当代所发现的 是李白所不可能知道的 但是我这首诗 所书写的主题 又是最传统的 亲情啊 乡筹啊 这是好像已经被古人 写烂了的主题 我用现代的方式 科学的方式 去重新接近这首主题 而且最后 把这首诗 拉回到 《无纲乏贵》 《庄子泛若不细之周》 还有《成语客周求见》 这些典故里面去 但是我已经创造性地 颠覆了这几个典故 使他们跟现代人 在现代城市里面 走投无路的情绪 相呼应 这就是我想通过这个节目 和大家分享的 近在咫尺 同时又远在天边的 那一种诗意 就像杜甫说的 不薄惊人 爱古人 诗应该是宽容的 我们期待它更加宽容 接纳更多读者去爱它 所以我从自己的喜好出发 挑选了我喜欢的 几十首杰出的诗作 里面也包括大家所熟悉的 《北岛的一切》 《张早的静忠》 余秀华的《我养的狗叫小巫》 这些名作 我先以十个最常见的 对心事质疑 来拉近我们跟心事之间的距离 再分别用二十个层面去解剖 所谓现代诗意从哪里来 它是怎样存在的 而且可以把我们 写诗的和读诗人 带向怎样的境界 大家自然会问 读过这几十首诗 也许扫除了对心事疑虑 或者偏见 我们可以得到什么 我们都会变成诗人吗 我们千万不要这么功利主义的想法 当然不会 每个人都变成诗人 并不是一个好诗 你想想 写了四万三千首诗 那个乾隆皇帝 想想 在文革后期 有一个村庄叫小敬庄 每天都写诗 塞诗 诗的泛滥不但浪费 子不环保 而且还会变得 令人毛骨悚然 我们不要变成写诗的人 我们要成为心中有诗 然后可以发现 城市里面的诗意的人 这样的人 比一个每天发表诗 得到官方的认证等等 这种所谓的诗人 其实更有诗意 我的好朋友 一位优秀的汉语诗人 黄灿燃 他就用他自己的诗 来表现了 我刚才所说的这种 发现城市的诗意的状态 是怎样来的 这首诗叫全是世界 全是物质 全是世界 全是物质 世界全是思 物质全是思 从我增开眼睛的那一刻起 我的赤裸是思 窗帘飘动是思 我妻子上班前的身体是思 我上班前穿衣服 穿物纸穿鞋子 小狗小小的不安是思 我对他的爱和怜悯是思 我来到街上是思 水果档是思 菜市场是思 茶餐厅是思 小行新开的保质舍是思 我边走边上去女儿是思 路上被我穷腐的人是思 他们手中的工具是思 他们眼泪的忧伤是思 白云是思 太古城是思 太古城的小公园是思 小公园躺着飞涌是思 他们不在是思思 他们在的地方是思 上班是思 上班的人群是思 巴士站排队的乘客是思 我加入他们的行列是思 被男人和女人顾盼的年轻母亲 和他们手里牵着的小男孩 小女孩是思 巴士是思 巴士以狐狸 洗上高速公路是思 高速公路是思 从车窗望出去的九龙半岛是思 里沿门是思 维多利亚港是思 铜锣湾避风塘是思 亦遇船游艇是思 我下车是思 在红绿灯前用生硬的广东话 和我打招呼的那位叫假掌柳的 特人传教士是思 他信主得够是思 我没信主也得够是思 不信主不得或得够是思 太阳下一切是思 阴天下一切是思 全是思 以我的思 一溶溶一航航 全是世界 全是物质 你看 香港这个世界上最物质主义的城市 经常被大陆传为 消化是文化沙漠的地方 却给我们的诗人提供了那么多的诗意 归根到底 这在于诗人的眼睛的发现 诗人的行走 带给他的体验 这些都在他用笔去写诗之前 就揭示了这个世界原本所具有的神奇 而反过来说 这些被发现的神奇 是我们日常生活的点睛术 让我们的生活变得非常丰盛 在这个世界上的人 终日盈盈益益 并不知道自己就是诗 我们的诗人黄善然 他一开始好像是一个自恋的造物主 他到处去指点 你们这是诗 那也是诗 指出每一个上班的人 每一个平凡平庸的人 身上好像都带着诗的元素 诗的因子 然后这首诗神奇在于 慢慢慢慢的 诗人承认了自己 是一个手工业者一样的身份 他不但把这些平凡的人提升到诗人的地位 同时又把自己从一个神秘的诗人地位 还原到跟所有身边这些努力去制造这个世界的物质的人 一样的地位上去 他其实是用诗去回馈这个世界的馈赠 不多也不少 这首诗和这个城市是平起平坐的 是平等平衡的 这也是我们这个节目的态度 诗意不是狂飘突进 不是浪漫的一塌糊涂的 也不是很犬儒 很保守 就用五百强用字 去写字身边的一地鸡毛一样的生活的 诗人与诗 不卑不亢 就像刚才的黄善然一样 他陪伴着你一起前行在这个充满矛盾的世界里面 一起用那些最精确 最优美 或者说最独特的字眼 去保存 去珍藏 在这个变化莫测的世界里面 那些不变的东西 那是什么东西呢 可能是我们基因里面 就存在着的 对所谓诗意的呼应 也许就是我们心灵中 最脆弱的或者说最敏感的一块地方 我们通过这种书写 保存 传送 最后也许能得出 属于我们自己的 同时又是开放的 对诗的定义 希望经过这三十几节目 我能够可以像我很喜欢的大诗人 尼尔克所说的那样 建立起一座庙语 在你们的听觉深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